豆姐是傻了吗 只盼一炷小豌豆和菜根来守护花园 老铁我已经在考虑豆腐脑是加糖还是加盐了 很好 我们可是有品味的招式 虽然只是喝喝豆腐脑 但是也要有吃大餐的饭 我就知道豆腐脑不是这么好喝的 什么小豌豆呀 这就是豆姐的黑暗料理 没错呀 这就是我最新研发出来的黑暗料理 便衣小豌豆 口感可还好 硬度可还佳 但你们的火把还是很搭呢 你们喜欢这个可以吐冰西瓜的豌豆射手吗 如果喜欢的话呢 666走一波 也别忘了给豆姐点个赞 加关注 放个大招给大家瞧一瞧 咱这种豌豆到底有多牛 冰西瓜和豌豆射手合体 这个战斗力 真不是一般丧事可以抵挡得了的 你们觉得有哪些装饰会是他的克星呢 今天咱们这个豌豆射手是一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的竹栏 而且仅有这一株 因为咱们没有多余的阳光了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加了喷河强化之后 它的炮弹有啥变化 正常的冰西瓜是投着类的竹 现在和豌豆合体之后变成竹色攻击了 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个变异植物 总结一下它的佣缺点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豆姐留言 另外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给它起个霸气的名字 那这一期的变异植物 咱们就玩到这里了 喜欢看的小伙伴呢 欢迎转发和收藏 我们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和收藏